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要公布三款新手机 那瓶盖股可以做厂吗 我想其实你会发觉 如果从最近的一些法人筹码面 应该就比较明显看出来 其实它有从一些MOSFET或者说工具机 以及在被动元件筹码的时候稍微跑出来 那当然说被动元件族群 就像刚刚汉城所讲的短线跌升了 然后搭配整个第二季的财报要公布 以及整个8月初要公布所谓的一个7月营收 或许跌升他们有机会做个反弹 但是我刚才也讲了 大概在7月营收公布 或者半年报公布利多出来的时候 记得要先买一趟 好 那你说法人现在资金 从整个这些涨价股跑出来之后 我想其实从整个近期的盘面就看得出来 包含外资的回头买超 大部分都是在买超 除了传产的龙头股之外 就是在所谓的一个平概股的部分 那整个平概股大家都知道 我记得之前跟投资有分享过 是买在所谓一个淡季利空接近尾身 也就是第一季财报最差 出来公布的时候 利空出境的时候早买点 但是你本核平概股的卖点 反而是在所谓一个 一个苹果新机发表会前 大概两个礼拜左右 特别要留一个利多出境的卖点浮现 所以回过来谈到这一波的苹果 苹果的平概股 我想千万不要说 好像i9开始拉货的 整个苹果的平概股业绩开始上来 就代表说所有平概股 好像可以乱枪打鸟色飞表 还是要挑有所本的 对 我认为说今年的一个平概股 如果个头车你仔细看的话 跟去年不太一样 去年几乎90%的平概股都会涨 只是涨多涨少而已 可是今年到目前为止 其实能够创波段新高的平概股 我相信其实是屈指少 除来是少之又少 所以我觉得说 这边选择平概股真的很重要 所以就要选这种先创高的吗 我认为是应该从基本面来着手来看 能够创高绝对它有本身的一个基本面 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利基的所在 比方说股王的一个大利光 为什么从整个这波一个低档 3000块 那时候我们就在4月份告诉大家 虽然当时外资还在全部看坏大利光 我们那时候跟同学讲 过去10年来 你只要在4月份买大利光 你的胜率叫做100% 那整个大利光这波上来 除了说第二季的财报 是优于市场预期之外 那整个今年 目前进入所谓第三季的传统的 一个拉货旺季 基本面我想不用我浪费太多时间多讲 大家都很清楚 今年预估大概还是有机会 挑战大概190块上下附近 那去年是赚193元 所以今年货币应该跟去年 是比较差不多的 那目前整个大利光外资这边 会调高它的目标价 其实另外就是 看的是期待的是 明年的一个所谓的三季头 能不能带动所谓的另外一波的成长 那目前大利光寒息 大概还有72.5元代除 那如果说按照过去这几年的 一个历史的经验来看 大概在整个下个月 8月5号左右 大利光应该会公布7月零收 8月5号到整个8月中旬 可能会宣布除息的日期 可能是在8月中旬 那特别注意 如果你仔细看过去这几年 大利光高点通常都不会在 苹果新机发表会 才看到高点 反而都是在除息前后附近 就见到波段高点 如果导播可以的话 可以带一下整个大利光就看得出来 去年是不是在整个8月中旬左右 就见到6075的一个天价的一个相对高档 但是你别忘了去年 整个苹果的一个 不管i8或是iPhone X的一个发表时机 是在9月中旬 可是股价却是在8月中旬 就让你见到整个波段的一个相对高档 所以今年如果到整个8月中旬 大利光要特别注意一下 除息后的一个波段相对高档的一个快点 另外一档就是在整个 机壳股的部分是在可乘的部分 我想机壳三雄你会发觉 为什么可乘今天持续的再上涨 再持续的写下整个今年一个波段新高 如果看一下K线图都很清楚看得出来 可乘今天的股价还是写下的 一个波段新高 但是你看2354的红准 或者说5264的一个凯胜KY 其实走势都是相当的一个疲弱 最主要原因就是说 其实可乘今年几乎朗落的 大概大半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三款手机的一个机壳的一个订单 特别在市场最看好是在 6.1吋的一个LCD款的 CD版的这一块 那大概至少有五成以上订单 是在可乘的手上 那目前第一季 它大概有27亿的一个汇损 可望在整个第二季 因为新台币跟人民币的大幅贬值 有机会做比较大幅度的回充 那法人认为今年它的获利 应该是几乎是百分之百 是优于去年的28.35元 今年大概可以赚到30几块 目前也是含息12元 但也别忘了 可乘的业绩 通常是在10月到11月份 才会见到当年度高峰 可是股价往往是在8月份 跟大力框一样 是在8月份 见到整个波段相对高档 对 因为你看现在 整个I9现在这个月9月7月份 才正式拉获 可是你看所有的平概股 几乎都是从4月或5月 就开始起涨的 所以我是觉得股价 一定是事先反应 所以现在还来得及吗 现在我是觉得说 最近震荡风回 应该还是可以特别留意 但是如果在公布 所谓的一个 7月营收公布的时候 短线稍微就不要做追价动作 至少你在7月营收率多 短线出来的时候 可能股价会稍微做个震荡 震荡完之后 你再来做个短波段 去拼所谓的一个8月中旬 到8月下旬的 新激发表会 请的最后一小段的行情 好 所以刚刚点出来 大力光可乘 甚至可乘说有汇兑回冲 它本业也不错 这刚好是不是1加1大于2 期待它股价的表现 那还有其他的平概股吗 我想其实在这边平概股里面 如果说软板来讲话 也许之前市场比较看好 是在6153的加点益 可是这一波的加点益回档 是相当的重的 那最主要是加点益 在整个LCP的一个天线软板订单 可能有一些良率不好 所以有被一些订单流失的疑虑 所以我认为这一波的加点益 反弹应该是要找卖点 而不是卖点 那这一波如果说比较强势的 反而是我们之前在70几块 就跟大家讲的是 已经是严重超跌 是在6269的台郡 那台郡来讲的话 今年大概应该是可以赚到 10块钱左右附近 那7月16号要开法说会 应该以目前来看 对所谓的一个第三季的展望 应该是比较偏向乐观的 8月8号除息5块钱 所以但是股价来到年限 这边110块上下附近 我觉得短线先不要去过度追高动作 不妨可以说等待8月8号除完息 有压下来的时候 或许再来逢低 去做第二次的一个成绩 可能会比较漂亮一点点 那其次另外在整个软板部分 就是在4958的一个真顶 真顶一样 这边是短线来讲 市场有传言说 接到苹果的一个LCP的天线软板订单 也就是从家电业订单 好像有跑一些到真顶这边来 所以这边的一个走势也算是比较强势 那另外就是在6147的齐邦 因为今年来讲的话 整个COF的一个载板 可爱用COF 所以整个齐邦是最大的一个收费股 那下礼拜要做除息的动作 所以短线先不要去做追高 等除完息之后 短线稍微震荡整理一下 或许再做承接比较好一点点 那我这边稍微耽误一点时间补充一下 也许市场上都会觉得说 今年三款的手机都会用到 所谓一个脸部辨识 跟所谓一个3D感测的部分 那可能市场 第一个大家直接联想到 就是3105的穩帽 可是如果你看穩帽 其实这一波走势 并不是非常的一个强势 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都要在连线之下 而且法人其实大部分时间是站在外方 而融资是却在波段相对高达 所以您的意思说 这个消息要先打问号吗 我觉得要招党会的话 当然整个礼拜五的法说会 会做个示意的动作 那最主要的话 导播帮我们回购来我的字卡部分 那你会发觉最主要是他的大客户 整个今年的投票量 恐怕会低于市场预期 因为去年的库存还太高 还在持续消化当中 好 参考信杰的书房 我们看到这是在 很多人关心的平盖股 到底是机会还是挑战 该如何来应对 好 休息一下我们稍后 提供给您更多的看盘策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